選主委鬧雙包 知名宮廟屢爆衝突 協天廟遭控當選無效的主委吳鴻鈺 16號就站在櫃檯還帶了保全 衝上前搶奪管理權 傳見是因為7月主委選舉 吳鴻鈺和投票信徒交頭接耳 還讓議員哥哥吳鴻謀的助理 道場舉牌遭取消參選資格 而這場選舉之爭第12屆主委吳朝皇 副主委正式吳鴻鈺 十三屆選舉時有意交棒 結果改選瑕疵提告當選無效 改推新主委引爆糾紛 我還未交接三人 我等兩月要交接三人我也不知道 要讓我發官扒下去 我才能把大堂去威交給人 宜蘭交西協天廟 光是去年的香油錢就超過9000萬 而吳鴻鈺還有政治後台 是前立委李淑芬的兒子 還是議員吳鴻謀的弟弟 但他強調糾紛與家人無關 保佑信徒平安的宮廟卻發生主委紛爭 黑衣人進入香客大樓 看在神明和信眾眼中 恐怕早已背離信仰初衷 記者台北宜蘭綜合報導 蔡政府官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